昨天彩排念到我的名字 瓜哥頒給我的 那當時拿一個plastic的水壺 台下都說完了 通常彩排是你 就肯定不是你 所以我今天真的 然後加上 Marco又一直說 如果我沒得 他要退出演藝圈 所以我又很擔心 他真的會退出演藝圈 但還好你不用退出啦 不然他要回來 角逐怎麼長青獎 天啊 十年 不知不覺我入行十年 但是像瓜哥所說的 我的熱情依舊 雖然我是入行十年 但是我總覺得 我還是像第一年一樣 我永遠不會忘記 我入行2005年的時候 很謝謝當時超級主持人 給我機會 帶我入行的製作人裴琴姐 麗絲姐 美蓮姐 給我很多機會 之後也很感謝 像詠華姐 熊翔哥 AVs 打姐 很多的人 給我很多的鼓勵 然後當然最重要 也就是 明廚出手機這個節目 當初我在做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其實戰戰兢兢 因為前輩們做得太好了 真的做得太好了 有口皆杯 很感謝麗絲姐 嘉儀 可琳 還有眾多的撰稿們 還有CAMERMAN WILLIAM 他給了我很多的想法 在那種荒山野嶺你知道嗎 鳥不拉雞的地方 我們還要搞笑 這個多難啊 所以真的很感謝你們 好 然後最後最後呢 還要感謝就是 Leprofile 還有莊米雪 因為對我來說 他真的是我的恩人 亦師亦友 好 還有就是我的母親 以及全部跟我合作過的同仁們 因為有你們才會有我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謝謝